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7月5日星期二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汽车资讯吧 日前一组哈佛Concept B量产版车型的最新铁照被曝光出来 新车体现了哈佛蓝标SUV的设计理念 整体线条饱满吨厚 未来或定位于一款小新SUV 新车的前进一颗衫采用三横浮湿设计 前大灯组有可能使用LED光源 内饰部分使用了全新样式的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台安装有一块大尺寸液金显示屏 左右则是夸张的空调出风口 凸显了内饰的个性风格 据悉新车最快有望在年内正式亮相 近日一组一汽丰田新款Rave 4的外观及内饰叠照 现身某汽车论坛 新车在外观上基本延续了海外版车型的设计 前大灯轮廓和内部结构都有明显的变化 车尾部分的变化则相对较小 主要是对尾灯和后保险杠等细节部分进行了调整 新车取消了此前唯一的一款手动挡车型 增加了一款配置更高的2.0升CVT两驱新锐版 在动力方面 新车依然搭载2.0升和2.5升 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51和180马力 据悉新款Rave 4预计会在7月28日正式上市 由海外媒体近日捕获到一组正在测试的 雪佛兰新款ONIX的伪装叠照 该车将基于第二代科鲁兹平台打造 其最终会被定名为ONIX ACTIVE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 新车的底盘高度有所增加 并配备有车顶行李架 动力系统搭载1.0升和1.4升 两款发动机共选 并可提供乙纯燃料版 传统方面1.0升发动机 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 1.4升发动机可选5速手动或6速自动变速箱 日前网络上曝光了一组华城中华V7的新车效果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前脸造型 两侧配有LED光源前大灯 而新车的插电混动版本车型 则将采用与传统燃油版本不同的前脸造型设计 在动力方面 有消息称其将匹配宝马基础支持的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并将于2017年下半年正式推向市场 全球第一款互联网汽车荣威RX5 将定于7月6日正式上市 而现在一组新车的配置表被曝光出来 从图中来看 新车将推出两种排量 共计8款车型 此前官方曾公布 2.0T两驱互联网志祥版售价将不高于17万元 2.0T四驱互联网志祥版不高于19万元 可是看了这配置 感觉17万这个价格 该有的你没有 不该有的你还是没有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咯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你还可以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微渐获取更多的内容 汽车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